哈喽臭包们 上次视频呢就有人问我的 挂蓝发色是什么呢 正好我今天想在家给自己补色 省钱达人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巨鲜白的 挂蓝 感兴趣的臭包一点我先看哦 我这个蓝色的挂蓝 两个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反正现在呢是掉出这个颜色了 慢慢有在变浅 我还是更喜欢它原本的那个烟蓝色 更衬我的服务 然后呢我染粉是独角瘦的这个 烟蓝色的衣服 这个是我上次的用量 我还剩蛮多的 因为我是挂蓝的 其实还是蛮适的这个染膏的 上次是剩了半罐 可是方便我这好不是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在家染头发的话 这种DIY染发 就可以买这种罐装的染发膏 这样的话呢就像挂蓝染嘛 你独角瘦也是很方便 你自己在家不是会使用很多钱 独角瘦这个染发膏 它开工之后还可以释放8个 所以就像你可以分开很多的项目染发 nice 它味道真的超级超级好 真的奶香奶香的 实现了染发呼吸 所以你总染发的话 有时候用到一些染发膏 它好刺鼻啊就好刺鼻 臭吧 如果别像笑话一样 勤俭节约 自己动手染头发的话 染发之前呢 工具要准备齐全 首先我们先穿一个不要的T恤 然后呢大家准备一个身体乳 准备好一次性的手套 挂耳朵的这个东西 准备一个小碗或者不准备一些 然后准备一个发架 然后发手这些 就是很必要的东西啊 要染的那个那几缕啊 你先把它给分出来 然后你就抹一些 身体 像你可能会接触到染发膏的区域 然后抹好 这样就会好清晰一点 如果怕粘到你皮脂上的话 哗的 开始干活吧 节目呢 它出我们这种独角色的 抹上去就好了 很简单吧 它味道 好辣 这种奶奶的香味 它质地就很像冰淇淋 就很好抹开 然后它这种味道上色 会有点像发污 而完全不会伤发汁 哇 它这个奶香味加上这个手感 真的 我想吃冰淇淋了 现在弄的差不多了 维斯的冰淇淋 过半个小时再回来 2000年之后 叮叮 臭吧 我们已经看看 我现在良好的发色了 我真的特别喜欢现在这个颜色 它就是那种加了一点灰到的蓝色 很低调的又很高级 喜欢的保重的快人充发 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喜欢 折腾头发的人了 但是每次染发的都比较性疼我的发质 不过这个独角色染发膏 我用下来头发不仅没有瘦损 而且我还觉得柔顺了很多 应该是它纯属配方的原因 总是就很温和 比较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这种挂儿染 而且现在是夏天了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大胆 然后又潮流的发型 但是在耳下这一部分嘛 就其实还是蛮低调的 其实再夸张的颜色 也不会觉得很浮夸 而且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 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你喜欢我的挂儿染颜色吗 可以给大家留言给我吗